他是机器格斗场的拳王霸主宙斯 完美的肌肉线条 全身都由最强硬度的合金乌钢打造 跟他对决的机器人没有能撑过一分钟的 而且是招招致命 从来不给对手任何反抗的机会 而今天要挑战他的机器人 是小男孩从垃圾场捡来的亚当 比赛一开始 亚当就被一拳打倒在地 头部直接被打出一块深深的凹痕 还没等亚当站稳 宙斯就开始了疯狂的重击 他的每一下重拳都有两千斤的威力 多亏亚当是钛合金打造 如果换做其他机器人早就已经报废了 亚当只昏迷了五秒钟立马又站了起来 宙斯也是头一次遇到如此耐打的机器人 他把亚当堵在墙角 不停地攻击亚当的软肋 然后抓住亚当准备致命一击 就在这是第一回合的时间到 亚当被打得全身冒烟 双方休息了两分钟 第二回合比赛继续 宙斯也是头一回遇到如此难缠的对手 每一次上千斤的重拳把亚当打倒 他都能在五秒钟内重新站起来 亚当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枪 再这样耗下去 宙斯的能量就快耗尽了 他想尽快地结束比赛 使出了自己的必杀绝技双拳火箭炮 直到第二回合的时间到了亚当依然没有倒下 他被打得全身都是凹凸不平的伤痕 听到狼叔叫他 他立马振作起来准备战斗 狼叔对亚当开启了映射功能 可以百分之百地同步狼叔的动作 狼叔的策略就是先用双手做好防御拖延时间 因为宙斯的电量即将耗尽 狼叔还在不停地用手势挑衅宙斯 恼羞成怒的宙斯又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这也正中了狼叔的圈套 果然宙斯的挥拳速度变慢了很多 狼叔抓住机会开始反击 台下的观众也都兴奋地大叫起来 狼叔控制亚当 一下又一下地用重拳狠狠地打在宙斯的头上 宙斯万万没想到 他会被一个垃圾站里捡来的机器人如此的暴打 狼叔左勾拳加右勾拳 最后一招生龙拳彻底地把宙斯放打在地 但在比赛的最后几秒 宙斯又顽强地站了起来 通过裁判的打分 冠军竟然给了被打败的宙斯 这引来台下的观众一片虚声 虽然裁判不公平 但在所有人的心中亚当才是真正的冠军 也是所有人心中真正的王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